近期,菲律宾第三次硬闯仁爱礁 谁知道一向比较克制的中国海警 这次是比菲律宾更硬 直接就撞向菲律宾船只 而我们的准054A在边上压阵 大家好,我是张斌 咱们这次拦截了菲律宾船只之后 及时就发布了消息 菲律宾两艘运步船和两艘他们的所谓海岸警卫队的船 未经我们中方的允许 擅自进入我们中国仁爱礁临近的海域 我们的海警依法对菲律宾船只进行严正的警告 全程的跟踪监视,有效的规制 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公布了图片和视频 整个过程真是有点惊心动魄了 我们的21551海警船高宋从远处斜插 要撞向菲律宾运步船的中部 在距离只有几米的时候才紧急停下来 那么从飞方那边发布的视频上来看 当时菲律宾船上那些人员是一片警叫 准确的说,咱们这个21551号海警船 它应该是一艘艇 排水量大约不到400吨 但是航速非常的快 船体也比较结实 当时我们同时出动呢 还有我们的海警5305船 这个就是号称海警的准054A 排水量4000多吨 其实它就是054A卫舰改成的海警船 那76毫米的舰炮依然还保留着呢 当然像什么导弹之类的东西 那肯定是要拆除了 在这个全过程中啊 我们的21551号海警船是动作干净利索 很显然这是经过研究制定 并且多次演练后已经熟练掌握的一套动作 那么对飞方船只呢 只是一个莫尼的撞击 以此来警告一下他们 如果你再乱来的话 下一步那就有可能是直接撞上去了 在我们的通报中 使用了有效规制这么一个词啊 比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各种行政手段呢 是相对更加激烈了一些的措施 也就是指的这次莫尼撞击 而莫尼撞击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是啊 用这个撞击去拦截的前一步 这个有点类似于 明签警告明枪示警的意思 也就是说啊 我们经过对整个形势的研判啊 决定采取更高层级的行政手段 这次事件之后 我们公布消息也非常的及时 这就是一场舆论的斗争 其实菲律宾呢 你看他们多次硬闯咱们的人爱骄啊 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清楚嘛 他们这种硬闯本身呢啊 成功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它就是要制造这种舆论的效果 由此咱们也可以研判啊 这绝不是菲律宾硬闯的最后一次 那中非之间的争议啊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甚至呢它这种行政上的冲突呢 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啊 也是菲律宾和美国关系紧密度的一个情愚表啊 这是他们实质性的行政层面的摩擦 和舆论战的结合